报导美国政府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没收陈水扁家人使用汇款 在美国购买的两间房子 而今天有媒体报导 扁家已经委托当地的仲介业者 要出售这两栋房屋 不过陈志忠今天否认这个消息 并且表示他愿意配合 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 就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不时的传闻 就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要 这个出售或者是脱手的一个做法 那我也很不解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导 我想也许有一种情况是说 这个房仲业 他们有时候会去注意到说 如果不叫久没有人居住 那他们会去试图来探寻说 是不是要出售 那他们想要来做这样的一种生意 民事没收的一个诉讼 那就这一点来讲 我们会全力配合 美国的司法单位的一个调查 那提供必要的资讯给他们 那我们对美国的司法有信心 陈志忠也再度强调 在台湾法院没有做出最后判决之前 美国根本无法确认 买房子的钱是否违法 如果进行没收 实在对贬家太不公平 我们开始认为